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12月30號 可能大家看到已經是 隨即12月31號 先預祝大家 新年快朗 身體健康 心上事成 不是農曆新年 是新歷新年 但這個真的是 我們要過的一個 2023年總會過去 2024年很快會到來的 今天我們會繼續 看看香港的新聞 尤其香港新聞 最值得關注的什麼地方 周庭、鍾翰林 兩宗案件 昨天我都講了兩節 都很感謝大家 那麼我今天繼續 講下去一些新的資料 延續昨天的一些資料 希望讓大家 補充多一些消息 和作出一些分析 希望大家繼續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和你的Superfan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 撥收這個 現金保證 和人事保證 就是周庭案件的一個重點 據一些中資的媒體 都說過 20萬的保證金 周庭當時 也給了2萬現金保證 另外有18萬的人事保證 就是周庭的媽媽給的 應該說 成本要給的 2加18萬 就是20萬 20萬的錢 就要沒收 OK 那會不會 捉了她媽媽去呢 基本上 除非有證據證明到 她拿媽的氣 協助她前途 否則的話 就不會追究她媽媽的刑事責任的 另外呢 就是如果她媽媽能夠證明到 她一直都在敦促著 用不斷用不同的方法 進法律責任 就是要求她的女兒周庭 回來香港的話 分分鐘可以免除 部分18萬的人事 擔保被沒收的風險 這些就是她們說的 但是說到尾 在她們的心目中 22萬也好 18萬也好 20萬也好 全部都是一個數目 她們又不是給不起 重點的地方在哪裡呢 重點就是說 今時今日 她媽媽呢 就是被賦予法律責任 敦促她的累累 不斷提醒 周庭呢 要回香港報道 那這種這樣的要求 是不是等於已經消失 的 還是會長期被警察 國安處 國安要求她盡這個責任 甚至沒有呢 敦促她 快點去加拿大 劫她回來 勸她回來 逼她回來 感動她回來 感召她回來 那這些分分鐘有可能 上一次我們講過 所以這個才是呢 你用人的親情 每共產黨最懂得人性的弱點 是你用人的一些弱點 擊破你 你心理有障礙嗎 就是你用這個缺口 使你更有障礙 你發覺到你和爸爸媽媽關係不好 我們試驗一下你 是不是真的硬碰硬 就是用這個方式 不斷將你的傷口 倉巴 滑下去 無所不用其極 由49年 或者21年 1921年 共產黨創立開始 不斷就要利用這個方法 去滅滅人性 因為她最了解人性 很多西方民主自由國家 甚至沒有香港出身的人 不了解共產黨很多事情 只有受過她的苦的人 尤其現在香港的人 是明白這件事 台灣很多都懵然不知的 還以為可以跟共產黨有辦法談的 還可以相信她的承諾 以為展現善意笑容 共產黨就會OK的 其實是如不可及 共產黨最懂利用你的人性的弱點 去達成她的目的 今時今日周庭在外面 就利用她媽媽 擔媽媽牌 媽媽跟她反了面 媽媽就是藍絲 是不是小粉紅 老粉紅 是 老粉紅 是不是 她要做這件事 周庭會聽她嗎 等你天人交戰 你說你不會 這個妥協 我就用這件事玩到底 我覺得這個共產黨 真是無所不容其極 會不會做這件事 造成一件新的案件 在2024年炒作呢 又很不可樂 密切關注著 這是關於周庭的 現金保證和人事保證的細節 另外呢 我們要知道呢 日本也有專訪 有一看出來 日刊 看物的看下 SPA Spa Exclamation Mark 日刊Spa 就是週四28日 訪問了周庭 當時透露 她在監獄裏面 患上焦慮症 和創傷後壓力症口群 即是她當年 在2020年至2021年期間 曾經被判十個月 實坐六個月多些 而當時是患上了焦慮症 和創傷後壓力症口群 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會再抄夾 這個就是她當時的情況 不斷身處惶恐當中 我也聽過一些記者 我不說哪位 她就說呢 即是 你拍門 就是六點多鐘的時候 等過七點 沒事了 鬆開口氣 可以吃早餐 可以出去做其他事情 日火一日 日火一日 是不是 可能不知道幾多個月之後 的某一日 六點鐘真的有人拍門 那你想一想 在每一日 你提心吊膽過每一日的時候 你不焦慮嗎 你不PDSD 你不驚兇 不抑鬱嗎 所以我是很悲慘的 我說就很輕鬆 因為我在台灣 但在香港裡面 很多人是相當 惶恐的 這種惶恐 我是現在不驚受的 但如果我今天在香港讀的話 情況是一樣 一樣那麼惶恐 所以就錯不在 每一位行公義 每一個講真話的人 錯在這個時代 這個獨裁的暴政 導致到今天的局面 周庭提到 他離開香港之後 第一次收到國安電話 確認他已經抵達加拿大多倫多 OK 就是離開香港之後 他第一次 就是國安電話 確認抵達多倫多 這個沒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我再講一次 周庭去的時候 並不是打算棄保潛逃的 他打算回來的 回程機票都賣好的 你們的真還是假的 回程機票真的賣好的 而周庭過分 最後的我的自述的時候 說明後來才決定棄保的 這一點很清楚 OK 所以我想在 現在的情況下 是 國安只是圈寒問短 喂 你多倫多到了沒有 OK 知道加拿大 take the box 你終於去到了 可以 第二次 國安打電話給他 就問了 有黃人消息嗎 就是說呢 黃人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黃種人 是支持民主活動的黃絲 活動人士 香港警察不想用民主這類字眼 所以用黃人 黑暴黃人 就用這個方式來處理問題 那就是 藍絲 紅棍 小粉紅 老粉紅 親共 奶共 絕共 微共 垃圾 走狗 他們就這樣說 我們這些人 他說有黃人消息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今天 不是在香港幫我做善人 你就在加拿大幫我做善人 哈哈哈哈 意思就是這樣 有黃人消息嗎 這個就是他的看法 看看他在加拿大有沒有接觸人 如果有 有沒有將這些消息 奉送給國安的意願 OK 周庭相信 日刊這個地方很重要 他說國安警察 批准他到多倫多留學 有兩個原因 OK 一 收集海外情報 即是他 批准他到那裏留學 第一你要做二五仔 你要做無奸道 你要做刮料 報給國安的人 上程下達 下程上報 夏寶龍對所有區議員說的 你 你周庭雖然不是區議員 放你出去 你有政治任務的 國產007 呼籲你的政治任務 就是說 收集海外情報 下程上報 下程上報 宣傳 上程下達 就把共產黨的宣傳在外面 看看 共產黨對我多責心人口 這叫宣傳 當他宣布不會回香港之後 第二日的香港新聞報導 就顯示這一種宣傳效果 好了 他提到 在2019年 10月1日 在荃灣衝突中 被警員開槍射箱的青年 健仔曾志健 他在服刑時候出現在香港電視上的聲稱 我對參與社會運動感到後悔 他覺得如果自己回香港 很可能都會被用作去做這樣的宣傳 即是做一些灰聚視頻 被說成 昔日的抗爭者 以重獲自由 成為中國人的一份子 並成功到多倫多進修 所以我決定不回家 即是這樣的就是他們的narrative 想塑造成這樣 去屈爆它 即是說 黑暴分子可以成為外國精英 用這樣的方式來看 即是今天你要割爛尾 你要將這條成戰剪斷 你要選擇適當時的剪斷 否則根本沒有辦法重獲自由 OK 所以我覺得我非常支持周庭這樣做 因為他非常有智慧 周庭擔心一旦回港 港京有可能將行動升級 例如去中國見共產黨官員 而這類所謂的更新計劃 根本沒有寫入法律條文裡面 全部都是口含天獻 之後他就說 我說的就是法律 什麼更新計劃 什麼叫做善人費 全部是他說的 而且沒有寫白紙黑字上面 周庭說 如果我想事情如果繼續發展下去 我可能會被視為愛國者 這就是他最擔心的事情 一世英文英明有此喪 所以他一定不會這樣做 寧願將事情爆出來 說真話行公義 做真正的孤勇者 在加拿大奮勇地生存下去 今年7月 香港選舉制度改為 只允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政府批准的人參加區議會選舉 香港警方就是將海外民間人士列入通緝名單 每個人懸賞一百萬港元 儘管中國聲稱自己是法治國家 周庭說 但他仍然繼續將法律和制度 當作政治工具 是統治工具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他面對的問題 所以你看周庭相當清醒 就是他這次首次告訴大家 他被人家要求做兩件事 上程下達幫共產黨宣傳 第二下程上報就是爆料 搜集旺人的海外情報 但這兩件事當然已經斷絕了 所以我想這件事是很清晰的 當時這班中國香港國安 怎樣對傑斯 相當類似 升級版的對周庭的非常類似 對於這個鍾翰林 鍾翰林也有相當類似的地方 那看回鍾翰林這件案件 我想他有很多新的表述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說 他近日抵達英國重獲自由 他的逃亡之旅 我對於一些他的論述 我上一次都說過 我不再重複了 我就說過 他的逃亡之旅 就是靠這個行李箱 裡面除了一些日用品 和幾件衣物之外 做了一樣東西 他一定要帶的 就是周國賢的音樂 OK 那他為什麼這麼喜歡周國賢呢 他說他跟我一樣 是會有情緒的 而且一直以來 他都很支持我們香港人 去追尋自由 的確是這樣 而在鍾翰林 每一次迷茫的時候 每一次他失去方向的時候 每一次他聽完他的歌 都會覺得有個力量 支撐著我繼續走下去 他感嘆說 希望能夠 好像當初他14歲一樣 會參與社會運動 去主張香港獨立的時候 第一天一樣 就是無望初衷 我去做所有他力所能之內 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問心無愧 周國賢說 他已經盡力 無悔自己交給自己的責任 OK 即是這件事 他講出了他的初心是一樣的 那另外呢 他除了聲稱這件事之外 也都講回一些細節給大家聽 那 他講到他有做心理諮詢 有服抗疫屈藥 也都講到他當時整個人的精神狀態不穩定 而有人聲稱他們有一個是英國的團體 他講這件事就是 星期二得道的事件 就是他說有一個英國的團體 能夠協助鍾翰林 進入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的 即是這件事如果對照黃之鋒 在2020年的6月30日和7月1日期間 國安法前後期間 曾經被聲稱在領館外面 和一些領館的人見面的情況有類似性 但這一次連領館的人都沒有見到 鍾翰林只是一個英國的團體 聲稱能夠協助他進入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 而那個團體一直以來 他們沒有跟他講過的話 是什麼團體沒有解釋到 直至他們要求鍾翰林去閱讀一篇信件 就是希望尋求美國政府的協助 的一個內容的錄音 裡面的文字才提到 這個團體的中文名稱 就是升旗易得道 相關人士 他聲稱自己叫Tony Troy 大家要蔡明達 大家知道在29日禮拜五 《自由亞洲電台》上星期二得道查詢 Johnny Fogg、霍加茨書面回覆 就是說本台主持曾經在2020年協助鍾翰林 嘗試進入美國領事館 但未成功 因為被人抓了 大家知道 那麼 又指以他們所知 鍾翰林當時被國安便衣跟蹤無法擺脫 最終他被身份不命人士 當時國安被帶走 即是被國安帶走和拘捕 當時最後跟他通訊的 就是Tony Tony Troy 蔡明達 大家知道現在 Fogg 和蔡 都是被通緝 沿紅一百萬過程當中 人人鬼鬼的我先不評論這些 這些是 another story to tell 但我只是一點就是 說 鍾翰林現在越講越多話 即是今時今日你會發覺到 你 講出了自己脫離國安的風險 是重要的 那這些事實的話 留待以後去說 但是 我會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說 他會講出這件事出來 因為呢 裡面有很多細節不講的 不講的就是不講 我很肯定 Agnes有很多事都沒有講 也都過濾過 知道哪些事需要講 哪些事不需要講 尤其去到外面 第一要對外面的政府 給到政治庇護的感恩 第二要知道 申請政治庇護過程中 有很多的事 是需要每一件事 你講過的事 不是你申請的事 不是寫的 是你做過的事 講過的事 別人都會 double check 去 verify 你每一句說話 講得越多 對於申請庇護 越不利 你只是將 有關的事 全部講清楚 你都講的就是 對於申請政治庇護 有利的事 OK 而這件事的話 是涉及到 都不知道是真幫你 還是假幫你 可能是真幫你 可能是假幫你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只是一個團體 它本身是幫不到你 導致到你被中國便衣 公安便 國安便已拘捕了 即是你只是講這個過程 那代表什麼呢 你想暗示 是不是升旗易得道 是無能 失誤 有心無力 沒有錯的 盡力 還是鬼呢 我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你會開花 你明白 所以我就說這些事 是沒有必要講的說話 那當然我說 這些事 對於年紀這麼小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來說 你不可以要求這麼多 但我說 你adult 你young adult 更加需要注意這些事情 無論怎樣都好 我都講過了 對於一些人 我會覺得需要觀察 先搞清楚一些事 OK 而這件事的話 也需要去 將說法講清楚 那麼好了 中和南有這樣的說法 越講越多 我會覺得這件事未必 是 Agnes那種層次 Agnes 周庭也都越講越多 但是講的也涉及到 他自己 所受的處境問題 還有沒有涉及到 其他人 怎樣幫他的問題 我記得我昨天讀中和南的時候 講到說 他一去到這個沖繩 他聯繫了 起碼三個國家 你看回我讀的那段 英國 美國等國家 的很多的人 去籌謀 怎樣幫自己 之後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 輾轉去到東京 再搭飛機去到這個倫敦 我覺得 你為什麼要講 你要跟那些什麼國家的人 談 密謀些什麼呢 你周庭不會講這些 是不是 沒有必要講 為什麼 是不是 你不是一五一十 將所有的事實 都和盤托出 你覺得你是直白 不是這樣 現在這樣的做法 會牽涉到其他人 而周庭你看看 他講話很小心 他講的只是說 我抑鬱 我PTSD 我遇到很多的挑戰 人家國安怎樣衰對我 我怎樣承受極大的 fear 而我又有fear 也叫dream 不像陳奕迅 我有fear 但也有dreams 這個就是 一個最重要的 一個asylum的case 我有fear 是事實的 dreams 但周庵林起碼有幾件事 我覺得很奇怪 找英國美國 那麽多幫助 為什麽要講這件事 為什麽爆響口這件事 是不是 所有政治庇護 都是落到地才申請 之前的所有事 Why you tell others 這件事和你的fear 沒有關 和你的dreams 沒有關 是不是 那麽 那麽如果你說 剛剛我說的那件事 說聲器得道 這跟你的fear 沒有關 你fear 就是說 你有人幫過你 你不需要再講其他事情 有人幫過你 那麽但是你去到那個 美領館外面 都見到有些 國安便衣跟你 於是被人拘捕了 這就行了 這叫fear 你的suffering 你的pain 那麽就講這麽 是不是 這些是可以講的 就是我覺得他很多內容都講得 合理 但是有些事情 已經有些diviation 而這些事情 會引起我一些 喂 你爲什麽要講這麽的說話 沒有必要 所以我現在有言在先 沒有必要要講的一些 或蛇添足的事情 就不值得講 就是我在我節目上 我也都講一些 在公開場合可以講的說話 不會講一些公開場合 不會講的說話 OK 希望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其實這個不是跟他講這件事 是跟所有人都是這樣講 OK 那另外警方會有什麽的看法呢 那你看到呢 就是 警方回應獨立媒體查詢時表示 根據港版國安法的第17條 收集分析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信息 是國安署的職責之一 OK 那他解釋什麽呢 喂 他 鍾漢林呢 就曾經 說過他今年6月出獄之後呢 每個月被國安署約見 要求交代行蹤 銀行戶口資料 以先人費利誘他提供資料 即是叫Fishing 即是用這個去釣其他人 即是用黃人 你做仙人去釣其他人 邀請他去到中國呢 一日遊 這些東西 沒有人承認過有沒有這樣的事 不知 不評論 他只是說 國安法第17條 依法 我們有職責收集分析 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信息 這個就是呢 他說我不理你 我就用你 As a human being As my tool 我的工具 去釣其他人出來 這個根本上是 法家思想 是吧 暴循思想 共產主義垃圾思想 警方也指 國安署一直尋住不同渠道 方法 去收集 與危害國家安全有關行為的情報 行之有效 警方回應 未否認 也都未確認 也都未確認 中可能 在鐵文裡面的說法 即是 不斷地說 那麼他就說呢 近日 某些 曾經 肯乾泛 危害國家安全 這些 根本 公然违反监管令或保释条件 逃离香港 诚信彻底破产 违反监管令的就是说周康林 违反保释条件就是说周庭 就说他们逃离香港 诚信彻底破产 他们非但没有反省 以往对香港和市民大众 所造成的种种伤害 更以所谓 受害人的身份 黑球外国反华势力援助 原来英国是反华势力 加拿大是反华势力 很有趣 行为卑劣可耻 警方予以强烈谴责 这个就是他继续强烈谴责经纪反监 我就说以后如果我是川普川普的话 就是我是美国总统 你每说一次 就加了一百分之关税 你继续说强烈谴责 一百分之关税 说多一次 两百分之关税 就是几开心 这种说法大家看到 就是现在 怎么去操弄的一点 甚至没有操弄的地方 一直去到所谓的回头事案 诚教署呼吁中漢林回头事案 OK 因为呢 就是今年出狱 六月出狱 诚教署一年的监管令 我其实很不明白 为什么你 第一 你一年监管令期间 会放他走 第二 你既然监管令 一年之后才放他走 你一年的监管令 第二 你以为十二月初 周庭已经 否白自己的 来龙去目之后呢 你之后 这个中漢林先放他走 那么这个时间 我觉得 很难兜得上 That's why I'm somehow suspicious Why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是 有些事情我不太明白 如果你明白 你可以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见到周庭 都要被 中漢林吃谁之味呢 是不是 那你不如放晒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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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个人说他棄保前途就算了 是不是 第二件事就是说 你懲教署一年监管令期间 第三件事 他没有答应到去深圳一日 由你召访他走 这么好笑 整件事很古怪 中漢林在外面的时候 有些东西讲的知识太多 我觉得有些东西没有需要说 事实与不是事实 对方是人定鬼 不是重要 我觉得不值得说的 就是不应该说 OK 那 程教署疑似不准他在黄店工作 又要求他签署修订版监管令 禁止他公开发言 和接受媒体采访 负责更新管理的程教署副署长 梁建业今天下午见记者交代事件 严肃谴责周漢林违反监管令 又呼吁中漢林回头是岸 其实回头不是是岸 是回头是岸 岸居岸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尽快回来香港 尸子叫你回到尸子龙里面 有趣 柱方已经发出召回令 要求中漢林再被击押 亦联络其他执法部门 通缉他 喂 人家放监的了 放监 你要接受你的监管令 OK 你的监管令未完之后 你放他出去的 你本身 香港政府给他护照出去的 他日本旅游 给他出去的 给你出去 之后他无理由走了 那你说他违反监管令 要通缉他 他犯什么罪呢 违反监管令罪 罚他多少呢 Who cares 所以就是说 你今天你要做的事 全部是你自己 给他一本护照给人放 还要给他在关道 咚 Thank you 开闸走 是你自己决定的 他没有偷渡走的 你搞清楚 所以有些事 根本上你用这些方式 去不断搞砸一些这样的新闻 就说这些人衰 每放一个人走 就说这些人衰 对于向钟瀚林私家工作限制 梁建业 说受监管者必须从事处方认可工作 如果认为某工作 或令钟瀚林重犯国安罪行一定会限制 梁建业 说当时其他辅导机构有向钟瀚林提供兼职工作 钟瀚林当时接受 对于钟瀚林只被警方国安罪以善人费利用 又被要求在国安培同之下前往中国旅游 梁建业说从来没有听过 其他政府部门向钟瀚林说什么 他不作评论 我没有听过 我没有comment OK 梁建业下午交代 请教版本的时序资料就是说 12月14日 和钟瀚林见面 这个时间已经在周庭爆料之后 接近一个礼拜过开外的情况 12月14日 和钟瀚林见面期间获通知 他会在12月20至25日期间 去日本沖城旅行 请教人员在12月25日 接到钟瀚林的电话 说改期航班至28日才回香港 其后联络他多次都失败 最终是今天透过社交媒体和传媒查询 得息他已经潜逃去英国 并申请政治庇护 梁建业又批评 去困 去困 告多你的分裂国家罪 回来香港坐牢 那你别人怎么回来 香港 是不是 梁建业又否认限制钟瀚林出境 他说监管令是根据刑事诉讼条 程序条例发出 钟瀚林只需要在通知监管人员出境 事件长短 不存在他批 只是 关乎钟瀚林的承讯问题 说他完全违反承讯 是非常差的一件事 那就是 重新一条例规定任何少年囚犯 在25岁前获释出狱 而他的刑期多于三个月 该人必须遵守一年监管令 无论是干犯什么罪行 都不能够延长或缩短监管期 而钟瀚林不用申请出境 监管人只是被通知 OK 就是这些事情他这样说 但意思就是说 我们走 有很多人 已经离开了监管令 你不是照样不让他走 要逮捕你的 在机场上 说不让你走 就不让你走 对不对 有什么监管令 所以很多事情 很QK 这件事 那 至于懲教署 是不是禁止钟瀚林在黄店工作 梁建业没有直接承认 只是他指出受监管者 必须从事或处方认可工作 处方会根据个案的更新需要 而向受监管者作出强烈建议 例如受监管人违反国安法 但如果工作期间有机会 发布危惧国家安全的信息 或者影响到他的人 有风险令他再度违法 处方就会建议他 不要在那里做 建议 他用来说到 建议你 这个就是建议 梁建业 曾经向钟瀚林提供其他辅导机构提供的兼职工作 而钟瀚林当时接受 他补充说 如果在处方强烈建议之下 有人仍然选择公为工作 处方有最终拒绝权 即是可以一票否决你 多名记者追问程教署 有没有向2016年旺国苏联被判囚的梁天琦 和盧建文 施加不准接受传媒采访的条件 梁建业重申 程教署执行监管令 是希望获释人士能够重投社会 不违反香港法律 包括国安法 但他指出不存在 针对某一些在囚人士 至于将来会否收紧监管令条件和限制 梁建业 说要再审视和检讨今次个案 他未有回应 是否因为周庭月初宣布弃保事件 而要求钟瀚林签署加勒版监管令 但无论是否要放他走 签不签署加勒版监管令 不是重要的 是放他走 那问题就是说 梁天琦路坚文 那现在是否能不能走呢 他是不是选择不走呢 如果选择不走 你有没有施加不准接受传媒访问的条件呢 他没有答到 灑 所以这件事我们看得到 越发觉得心寒 即是去到今时今日 香港所有的一些这样的价值观 已被完全摧毁了 那现在你看到 钟瀚林这件事非常禁止 有很多细节可以仔细咀嚼一下 而看到这个官员他们的态度 就更加需要是 即是看到 利用这件事 来将整个 即共产党在八九年之后 如何去对付民运人士 利用民运反民运 这种做法呢 其实是未来在香港的情况铺开来 我很清楚告诉你 这个就是他们玩的方式 1989年 北京天安门大屠杀 全国大屠杀 到时很多人要走 皇帅行动之一小撮 就很多人离开 好了 当时候很多民运团在外面 如火如荼 出了什么呢 你斗我我斗你 接着你又做鬼事 他又做鬼 结果现在散了 去到很多年后 可能几个人 譬如周峰所 等等的人 真的做一些认真真的事 这个很难得 其他的呢 雷星大雨点少 拿很多 美国的 英国的 或者什么的 资金之后 拿十元 代九元 做一元 大家知道 这件事 大家知道他们的生存之道 就是不断搞民运 吃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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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家都清楚 在澳洲 说很多东西 你会发觉到 哇 那些东西会不会 封起云涌 会出现了很多的矛盾 冲突呢 各位 要提防了 啊 就是我们要以这个 八九民运 当时海外民运 那种乱国为界 那种乱国为界 记住一页 值产兴业 职业 连于曾蛇 议题 明明很多年轻人都这么说 做好自己的事业 不要吃民运饭 你做一个好律师 做一个好工程师 做一个好会计师 就是看到 我看到 我看到 许智峰在澳洲 真是对 做一个好律师 你有好的事业基础 之后 去搞民运 就是相当水到渠成 否则 一切都面图 OK 希望 很多海外年轻人 有这样的想法 那些东西 就会行允致远 否则呢 就是大家 一个做 爭吃饭 接着 最后来 会被很多不同的势力 亂七八糟 以前 中共有个 中国的民运人士 叫做熊燕 三个伙子 是鬼来的 帮共产党做事 是不是 以后可能 20年后 10年后 你会发觉到 那些东西 是鬼 是不是 这些东西 不可以说 我们 不睹灰 不割席 不是 你这样看东西的问题 共产党最喜欢这种说法 还有 你是否要公开的 一个人说 这是鬼 No 所以 事实上 就要有些 司徒画式的智慧 所以 很多东西 细心观察 用心聆听 仔细思考 用你的常识 去思考不同的角度的东西 很多东西 我不可能 相我所知的所有东西 跟大家说完 但我提出一些质疑 必有我的某些原因 而我没有说到 OK 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下一节 再讲其他议题